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元指数似乎在测试下行的8日移动均线后出现趋势反弹 周四交易时段美元小幅承压 美元指数本周首日收跌 略微走低0.34% 美元的疲弱明显蔓延至其主要货币队 但多亏了英国无血液脱欧的风险增加令英镑承压 英镑对美元下滑 帮助补偿了美元的广泛下跌 这也就是说美元今天的跌势的最大动力可能是欧央行利率决议后 欧元对美元上涨约0.5% 美国官员的讲话暗示财政刺激谈判正在接近达成 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援助措施即将达成 这可能为美元抛售的恢复做出贡献 从技术面角度而言 美元指数自下行的8日移动均线反转 使得美元持续走低 这可能暗示了美元空头仍广泛受控 不论如何 美元指数近期盘整 似乎将在90.5500至91.235附近形成短期区间 若未来美元指数跌破区间下边界 则可能驻美元指数跌至90.00一线下方 届时潜在技术阻力区域可能暗示 美元指数有望反弹回到92.00一线 根据隔夜隐含波动率数据 英镑对美元隔夜隐含波动率为15.0% 而20日平均值为11.9% 位于过去的12个月内数据的前90% 其价格走势仍是最为活跃的主要货币队之一 英镑对美元仍受到美国脱欧头条消息的影响 最近英国首相约翰逊称 需准备好无协议脱欧的方案 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谈判预计将持续到周日 这可能使英镑对美元走势脆弱 直到英国脱欧协议明确之前 英镑对美元仍可能大幅震荡 在时间内同价铁矿石价格均大幅回落 对其他商品风险情绪略有影响 但对澳元等商品货币暂未受到影响 美元总体上仍全盘成压 黄金白银等贵金属近两日未感觉到美元下跌 焦点可能已经指向下周美联储议息 日内风险提示 昨日欧阳行议息 如期兑现5000亿欧元的进一步QE 但市场上波动最大 表现最为强劲反而是商品货币 以及原油铜铁矿石等大宗商品 在风险情绪方面 美股隔夜低开后 反弹似乎又稳定了市场 今天亚太股指涨跌不易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大涨的铜铁矿石等大宗商品 价格时段内出现移动 铜价在10分钟内一度快速下挫近3% 铁矿石价格早盘占上 每吨1000人民币后又快速回落了6% 铜和铁矿石的价格 波动对时段内的油价、股指、走势 部分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澳元等商品货币暂未受到影响 不过这些都没有影响到商品货币 澳元对美元时段内进一步上行 触及2018年6月以来新高0.7572 且目前未见任何回落迹象 有元对美元触及2018年4月以来 新高0.7112 美元总体仍非常脆弱 即使是昨日表现相对质后的英镑 对美元目前也回升至1.300上方 欧元对美元也回升至1.2150岛 此外美元对日元隔夜也自高位回落 今天亚是回落至104.00附近 简而言之 在下周美联储利率决业之前 美元仍然是全盘增压 但美元自昨日以来的进一步全盘增压 并没有给黄金白银带来任何支持 占两大硅金属在周三大幅回落后 目前仍比较弱势 硅金属是不是已经开始担忧下周的美联储利率决议 如果美联储对目前的疫苗进展感到满意 暗示激进的宽松高峰已经过去的话 硅金属甚至整体非美货币可能都会感到疼痛 日内欧美时段财经日历上仅有美国11月PPI数据相对较为重要 但欧盟峰会第二天 持续进行中的脱欧贸易谈判都值得关注 尤其是后者 最新的截止日期是周日 可能在下周初给英镑带来大幅波动的风险 下周市场将迎接以美联储预期为首的 一系列央行预期风险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星期一再见 我们下周期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